第一個我想謝謝韓市長的邀請 讓我有這個機會 跟他一起為台灣的民族 為國會的監督制衡 為促成在野的合作 共同來努力 我會全力以赴 那當然這個也是要經過競選 因為立法院的政府院長 他也是要投票的 所以接下來我想我們會 並肩作戰一起努力 基本上我們也保留了一個 未來跟這個民眾黨這邊的合作空間 所以韓市長的發文裡面也有提到 如果民眾黨的朋友們 也願意推出這個護手的人選 來跟韓市長搭配的話 那只要大家有共識 那我想我這邊是可以這個退出 沒有關係 不會啦 基本上大家都是為人民吧 前高雄市長韓國瑜 稍早是發出了臉書說 2024民主的征途正要起步 那要成就一個民主的社會 更要監督把關 因此呢他在臉書發文說 要角逐這個立法院長的寶座 也公佈他的副首人選搭檔就是 立委江啟成要攜手 叫正回歸立法院該有監督制衡的角色 不過當中他也拋出藍白合作 他說如果願意在野團結 共同監督為目標 如果民眾黨願意與藍營合作 江啟成也答應這個副院長的搭檔 一直也願意先讓給民眾黨 促成在野大團結